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 YouTube Channel頻道的早晨節目 《芒向早晨》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財事真迪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浪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 全陽出去 好了 今節我們講一講 世界時事多合一 第一則新聞就是來自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小弟出生的地方 經常有些很極端的天氣 其實加州最近我們都報過很多次 就是持續的極端高溫 導致用電量需求飆升 加州宣布進入二級的電網緊急狀態 江州中南部的山火正在威脅著加州的輸電網 加上歷史性的高溫導致用電量急升 當然沒理由不開冷氣 真的會熱死人的 不是開玩笑的 北美 加州電網管理機構發布警告 要求消費者減少用電量 其實不是很現實 真心的說 減少用電量有些人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除了電力機構叫人減少用電量之外 其實很多組織都說 我們都要自願減少用電量 希望可以做到 希望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大力減少 因為始終這麼熱 除了電力供應不足之外 加州亦遇上了乾旱天氣導致出現的缺水 州長已經宣佈加州9個月進入乾旱緊急狀態 加州58個月當中 50個月已經處於乾旱緊急狀態 州長也要求加州居民自願減少用水15% 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 說回去年 加州在炎熱天氣之下 曾經導致電力供應不足 遭遇了近20年來 首次的間斷式斷電 希望今年就不要這麼糟糕 其實我都很害怕 加州始終有些地方真的很乾旱 小弟出生 應該說現在又再燒過 加州又有山火又很嚴重 很麻煩 小弟出生的地方其實就是很近沙漠 墨西哥 很多先人獎 其實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是來自澳洲的 前SBS的記者起訴聯邦僱員誹謗 什麼事呢? 前SBS的記者Marcus Robinson Marcus先生其實起訴一位人兄 就叫 Wade Jeff Gray Wade 韋德 他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個經常批評中國人士 也是澳洲聯邦國會服務部 國會圖書館的研究員 羅伯斯丹就覺得 Wade 就是韋德 在多條推特的推文當中 試圖 將他描述成是中共的喉舌 並且 說他參與了一些疑似外國干涉的行動 即是 間諜 即是說他是中國間諜 其實這位 羅伯斯丹其實經營著一個網站 其實就不是很出名的 叫做Epic News 目前他正在起訴聯邦政府 告聯邦政府和韋德先生 根據聯邦版權法 就向被告殺取嚴重和額外損失賠償 這位前記者的律師團隊 就在索培的聲明中就說 韋德發佈的推文通過六種方式 誹謗這位前記者的原告 就包括什麼呢 就包括暗示 這個前記者在中共指示之下進行活動 以及暗示他有參與非法外國干涉活動 為什麼呢 經常冤枉的 所以為什麼我 我怎麼可以露養露養我就麻煩了 其實我之前有些親戚都是被人查 都很麻煩的 還是上了報紙 那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這位羅伯斯丹 和新南威士州的工黨議員 我們說過了 莫索曼先生和他的職員莊詹 張先生有密切聯繫 後來都很嚴重 而且 這個韋德 還暗示 就為中共成為喉舌 並且經營一家 虛假新聞的網站 去年說回莫索曼先生有什麼事 就是澳洲聯邦政府和 安全情報組織 突擊搜查了莫索曼先生的住宅 並且將他的僱員 莫索曼先生的住宅和辦公室 亦都被人全面搜查 好像抄家一樣 澳洲人報 記住 梅諾的報紙 就說 之前聯邦警察和 澳洲的國家安全組織 即ASIO 我們經常說的 ASIO 一起調查 二次 你記住 梅諾經常說 疑似 為中國國家利益 精心策劃的 外國干涉活動 當然 莫索曼先生 就否認了 自己知道有關這些所謂的 外國干涉活動的任何訊息 事後 他一度離開議會 但是後來又恢復了 立法委員的職務 這個新聞 全世界都沒有人幫他報 只認得我們《網巷有報》 即是他復職這條新聞 他被人查 其實很慘 他被人查 就報到大大聲 但是呢 復職就沒有人報 只得我們報 只得我們報 現在他追究的是 是有疫的梅諾 在澳洲你不要忘記 澳洲左翼是沒有這些 即是沒有CNN 沒有華盛報 郵報這些 澳洲是一家獨大的 更慘 沒有人抗衡 一憂之樂 應該說大家差不多 大家做的行為是差不多 是 只不過是 美國呢 就有左右翼在拉扯 但是左右翼都是很多假新聞 但是澳洲呢 只剩下一個梅諾 那梅諾是老闆嘛 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過很多次 說回去年7月 韋德就在他的推特 分享了一條新聞 並且寫著 要了解更多 莊詹和 Marcus Robertson 就是張先生 和那位SBS的前記者 那麼 Roberston就覺得 這個韋德對於出現 在他的推特的第三方訊息 是故意發出來的 就是用第三方訊息來誹謗他 而且 在經過投訴之後 他就沒有把這個推文刪除 也都允許他的粉絲 不斷地閱讀這些 叫做誹謗他的訊息 那麼 這條推文和回應當中 就包含了很多很多項的誹謗指控 包括有合理懷疑 這位前記者參與了非法的外國干涉活動 就是說他幫中國干涉澳洲 理由就是他和中國和 這個莊詹 這位張先生 是存在著密切關係 而且 這個Roberston還說 聯邦政府特集 這個莊詹的 即是張先生的住宅 是一個 惡名超注的事實 他也是講講自己的評論 甚至有些都是 我都講過了 澳洲是很慘的 就好像我們這樣 都不敢大聲這樣 講一些話 因為他是聶武 尤其是我們唐人 說回來 這位Roberston 認為聯邦政府對於 偉德的行為有間接的責任 因為這個人是用工作時間發推特的 那這樣就上身了 絕對 絕對 而且他是公職人員 今年2月的時候 這位前記者 曾經發問批評偉德 在推特上的言論 並且批評聯邦國會服務部 為什麼允許他們的僱員 因為他們是公務員 隨便騷擾多個人士 並且在推特上發表政治評論 我想他應該上身了 不過最後聯邦政府說 哎呀我們不知道 你信不信 你不知道是一件事 現在知道你是不是要做事呢 是啊 那今年2月其實 他都有做少少事的 聯邦政府就是偉德的上司 國會圖書館館長 Ian Horowitz 其實他在參議院評會上面 就說他已經指示一名 屬下暫停發表任何推特 不過這個偉德 推特上也有很多粉絲 有1.4萬名粉絲 羅伯斯頓就說 他的行為侵犯了自己的版權 因為偉德發佈了多張 由羅伯斯頓 委託攝影的照片 包括這位前記者和前總理 Tony Abbott 即是艾伯特的合照 目前這個羅伯斯頓 其實他也有很多人是正義的 他眾籌到3萬2千澳幣 用於法律訴訟 今年他就在一個捐贈網站上面寫 其實就是那個 西人最喜歡的那個 不說哪個網站 他就說是時候結束一些澳洲的網絡欺凌 他們經常因為北京有關係 或者參加了一些和中國人有關係的活動 就變成針對的隊長 如果我都害怕 不是說笑 所以其實澳洲做唐人很危險 很怕說錯話 沒辦法 現在這個時勢 白澳政策我們都捱過了 希望可以捱過這幾年 是吧 作為一個在地人來說 都是做好自己 不是可以怎樣 是吧 我們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去其他地方生活 是吧 只可以希望通過自己一些行為 做好自己 只希望外奸 不敢說可以對我們有什麼改觀 少些攻擊已經不錯了 好了 這是第二則新聞 第三則新聞就是來自中國 中國做什麼事呢 就是在聯合國對澳洲的人權紀錄再次批評 而且這一波批評是更加猛烈的 中國就指責澳洲聯邦政府散播虛假消息 沒有起訴一名在海外犯下戰爭罪行的士兵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其實日前就在日內瓦舉行常規會議 對於澳洲人權發表 就進行了福爾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又不可以怪中國 其他國家 包括有些盟友 也都向澳洲施壓提到 澳洲的刑事罪犯最低年齡 應該要改善 以及要改善土住的待遇 還有就是結束對 侍應和阿薩林斯 即是難民申請人的 強制扣留 也有些國家 這個我們說 向澳洲施壓 希望澳洲大大減少碳排放 就像馬紹爾群島一樣 馬紹爾群島就呼籲澳洲聯邦政府 為全球變暖 負責任 多負一些責任 所以你昨天說了一節大寶礁 現在不是你澳洲環保保障說 哎呀中國暗算我們 全世界都覺得澳洲做得不好 不要在那裡賴 還在那裡扮小強 即是他又想尿些民粹說 哎呀以後大寶礁沒有人來 都是中國的錯 撐你 你自己有沒有檢討過自己有沒有做事 那說回來 那麼中國就這次不是說全球變暖 就是說澳洲軍隊在阿富汗犯下來的 叫做劣跡斑斑的罪行 沒錯 目前這些罪行由一位特別人士來調查 那麼中國的代表蔣先生 他就說澳洲軍隊在海外行動時 無差別地用一些手法對付平民 犯下了戰爭罪行 但是他們很多人至今 逍遙法外 其實還有很多人自裁了 那麼蔣先生還批評澳洲的境外 拘留系統 就說 難民申請者 被長時間關押 甚至永遠地關押 他們是沒有基本人權的 這個 大家如果有看澳洲的一些 一些綜藝節目 有一集是說一些人去那些難民所在的國家 去他們的國家去看一看 結果有很多人都哭到豬頭 原來這些國家真的這麼慘 是的 真的很慘 我忘記了那個reality show 如果記得的話 就向大家再報告 蔣先生批評 長期以來 澳洲對非裔、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 有系統性歧視和仇恨的言論 是的 我們說過很多次 指責澳洲政府出於政治目的 而散播虛假訊息 澳洲接受其他國家提出的 150條人權建議 但是呢 澳洲政府說 我們會做些措施保護環境 不過呢 就不支持淘汰煤炭 那當然是生命事 其實也是廢話 是的 其實也是廢話 澳洲在日內瓦的 與聯合國代表 Sally Mansfield 也不支持來自 20多個國家 關於澳洲的一些呼籲 其實這20多個國家 也包括加拿大的 因為加拿大其實 大家都叫做人權祖師爺 西方國家 但是有時候人權祖師爺 都是肥膩膩膩 加拿大只認為我盜了協就是了 這樣而已 是的 就是盜了協就算了 其實澳洲最低的刑事 罪犯現在年齡是10歲 20多個國家呼籲 希望提高到14歲 澳洲這位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 Sally Mansfield 告訴記者 在決定刑事的時候 然後年齡層上是由州政府決定的 這樣說 那你也可以回去倡議一下州政府 這是第三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也是來自美國的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昨天發布了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 報告指 新冠疫情導致勞動力短缺和供應鏈不穩定 所以美國經濟的復甦已經到了平頸位 而且再這樣下去會造成通脹壓力加大 美聯署說 當前美國勞動參與率是 勞動參與率增長放緩 遠低於去年二月份的水平 原因是 包括退休人數激增 欲移壓力增加 還有就是對新冠的擔憂 同時失業救濟福利覆蓋範圍擴大 時間延長和壓倒增加 令到更多人退出勞動市場 美聯署就覺得 疫情和勞動市場的短缺 會永久地改變美國的現狀 他就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 目前美國製造商面臨 供應鏈不穩 也會對美國的經濟復甦 構成威脅 沒辦法 因為印度和東南亞 現在很多地方疫情都不拿點 等着我們 也會說一個東南亞國家 其實也挺慘的 美聯署繼續說 一方面 工廠在疫情期間關閉 訂單就積壓 還有庫存就短缺 另一方面主要是來自港口 港口的貨物處理和承載能力 現在變得有限 製造商無法及時獲得進口原料 這些因素都導致製造商無法擴大 生產而滿足經濟復甦的要求 展望未來 就是 不好意思 供應鏈依然是不穩定的 所以美國經濟復甦也遇到一個大的平頸位 全世界都遇到的 不單止美國的 真心說 是 那說回 美國勞工部做最新的數據 顯示6月份美國失業率 環比升到5.9% 那麼勞動參與率 環比 就是持平在61.6%左右 比去年2月份低了1.7% 其實全世界都是 澳洲都是 勞動力短缺 供應點不穩 因為東南亞和南亞不碰 疫情控制得不好 工廠那些都 說得衰些都 可以停止 到現在都是 最大件事 尤其是印度 印度就最大件事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